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现在继续在乡下 还是在乡下的公路上 这条公路还是个主要公路 所以呢 还能看到一些车 今天下午 据说要 刚才发了警报了 说要下大暴雨 看到没有 这农地是 我们伊利诺州的农地是一万无计 美国最富饶的农业用地 土都是黑色的 这儿的农民 一个农民能够养活上百个美国人 他们出产的粮食非常多 都是机械化的 平时你见不着人的 今天我带了一个助手 他是我的司机 今天我带了一个助手 他是我的司机 多匀了啊 转弯 朝右转 这路边种的是大豆 我这个右边种的是大豆 左边是玉米 旁边农民的房子 美国农民这边乡下 基本上是消灭了城乡差距啊 所以他们房子里什么都有 城里人什么样都有 他们都有 什么车呀 什么的 小孩上学你别看这再偏 这个学校的巴士还是过来接的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郡呢 这个县啊 叫莫纳尔 其实离我办公室也挺近的 对 离我办公室差不多一克钟 一克钟二十分钟 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没有事啊 就喜欢开车到乡下来啊 因为这里非常的开阔啊 到这里来散散心 很爽的 开几英里 见不着什么东西 除了农地还是农地 这云彩 你看啊 还是挺漂亮的啊 虽然是乌云 这个门尔的县呢 在1830年代的时候 林肯就在这个地方工作啊 林肯就在这附近啊 我的这个手表的品牌 我们的品牌 在三个门 那条河 就在这里面流淌 经过这里 在美国的农民啊 他这个地啊 绝大多数都是祖传下来的啊 这是祖上留下来的 所以他们都是一辈子一辈子做这个农民 像我的合伙人这个泰勒啊 过去我的员工 现在是我的表业公司的合伙人啊 他就是第六代农民了 所以前几天还回家去帮助父母这个种地呢 他们家有一千多鹦鹉 一千多鹦鹉就相当于是 六千多亩地吧 哇 他现在把他开哪里来了 这是私人财产 挂了牌子不准进了 这是私人财产吗 这是私人财产 这是私人财产 这原来是个当地的灵源墓地 我们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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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呢 啥意思啊 给我带到这个墓地来了 这里是很清净 前面你看还有一个美国国旗 美国人其实他们这里很多人啊 没有离开过这里 所以呢 他们还是挺眷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祖宗啊 他们的几代人之前都是 都是安葬在这儿的 所以你叫他们完全离开 特别是对于美国农民来讲 他们也是很纠结的 那么很多年轻人呢 年轻人愿意到城里 我们过来看一看 是什么 MHC 是有谁 1870年成年 1875年到1927年 这都很老了 前面这个是加州的 两口子 1831年出生到 1913年 191年 都很老了 1843年 都是18世纪的 很多都是18世纪的 但是这个碑 很多都还是挺新的 应该是后代 后代呢 重新再立的 有的时候时间久了 可能就重新再刻碑 这些都很相似 看到最后的名字 我觉得他的名字是Amos 其实那些人 跟林肯定了一条纪役 他说他们是一条纪役 我看他们是两条纪役 我看他们是两条纪役 这个Batterton 叫Batterton这个家族 都是18几几年 应该是和林肯认识的 应该是和林肯认识的 这个更早 1719年到1846年 你看到最后的名字吗 很多人都同样 是一个大家庭 这是17世纪的 很老了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林园 一个林园 很多人都是在18世纪 这是1893年 1802年到1893年 这个应该是后来重新刻的 有的老了 可能后人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看这被已经坏掉了 你认识 有些坏掉了 这意味着 他们可能没有家族 留下了 有的已经坏掉了 没有厚人的可能 美国的陵园啊 很多陵园都是在乡下的这种陵园 这个墓地啊 都是很小的啊 很小的 而且有的是有历史故事的啊 特别是这里 这些小地方 有的还是有很多的故事 这是一八五几年呢 一八八一年 哟 听到乌鸦叫唤了 吓不吓人 在这儿拍片 拍电影 我认为我们要去沿河 前面 看这旁边还有摆的花 这都是应该这儿的 还在这儿的人 在这儿的后代 来过 一八五四年 等我死的时候 要找个地方 安静风水好的地方 就立一块很简单的碑 就行了 这些农地啊 都是祖传的 都是一代接一代啊 一代接一代 所以呢 所以很多年轻人 这里实际上 还是有年轻人愿意去务农的 还是愿意 因为他们不愿意 把家产都给卖掉了 小一钩 好 我们接着开路 看看到去哪 下一站去哪儿去 好像要下椅了 好像要下椅了 接着开路 因为我这附近也有几个美国朋友 他们都诸诸备备的一直在这里 我原来在这儿有一个小农场 我去年把它卖掉了 刚才也经过了 刚才不过经过的时候没有拍 没拍下来 没拍 然后里面有个非常漂亮的房子 我很多国内的朋友过来 像包括李景亮啊 张铁全啊 这些人都来过 好了 我们出来再上路 看着另一边 对 对 你认为那个厨房开了 我们喜欢的厨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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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请订阅 下集再见